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老師推車來啦 上次我們有介紹阿航的 Supra嘛 換皮的Levo 所以我們這一集的標題就反過來嘛 換皮的Supra 2022年的B&W Z4 M40i 當初有20i跟40i 那20i的話就是這個 直列四缸的渦輪增壓引擎 就是用在現在很多的 三字頭啊二字頭啊 現在最常用新世代的這個2.0渦輪的引擎 那我們這台M40i呢 就是3.0的好像是B58 3.0的這個渦輪增壓直流氣缸的引擎 8速手自排的ZF的變速箱 340匹馬力51公斤米的扭力 3.0的排價是372 Supra如果3.0的話是270萬 所以大約多了一個B&W的 Mark內裝敞篷的機構 等於多Supra 3.0 100萬 這個在9月的時候有一個小改款 我們這一台剛好在小改款之前喔 2022年的時候 所以我們這台沒有小改款 可是當初的小改款 沒有改很多東西 就改一些水箱護照啊什麼 漲一波價錢這樣 當初的小改款啊 有把這個一點一點的 這個滿天心的啊 改成一個橫的 這最簡單認了 值的就舊款 裡面的點點如果橫的就是新款 大同小異 它有這個M套件嘛 所有的這個配色都不是用電鍍的 它是用有一點像 消光的泰色 我本來想說古銅 可是沒有那麼黃 當初啊 它在開發在設計這台車的時候 它是用Z8下去做圓形 然後去參考 所以它就是車頭 承襲了原本的這個風格 車頭特別長 屁股比較短 那它的比重是50比50 我們前一代應該是E89嘛 現在這一代叫G29 你有沒有覺得這車頭燈很像SWIFE 其實很多車都很像啊 還有什麼 KUGA 也差不多對不對 這頭燈就是 現在好像大家都做差不多 然後引擎蓋呢 有兩個隆起 蠻好看的 這個顏色比較特別 這是原廠選配的消光灰色 這裡有一個進氣孔耶 我要以為它做假的 這中間兩邊這邊有一個進氣孔 遠遠看以為是四蓋而已 蹲下來仔細看才發現 這個手是可以伸進去的 前面是255 359 後面275 359 側邊呢 有一個M字樣 這次M字樣做的蠻低的 我記得以前M字樣會做比較高一點 看到它這次的引擎蓋 側邊吃到這邊來 欸SUPERA是美食材 SUPERA也是這樣 對不對 它吃到這邊來 所以這個側邊的葉子板就變小了 引擎蓋直接承擔了 一半的葉子板的責任 所以這個一撞到 連引擎蓋都要換 好那輪框呢 是一個黑銀雙色的 接下來要用 我覺得這個的造型算是安全牌 你沒有覺得它特別的酷炫 也沒有覺得它不好看 我剛剛認真看 它這側面的摺線蠻有意思的 你看它這邊有一條線 從葉子板這樣帶過來對不對 然後這裡是一個圓弧形 這裡啊 這樣啊 咻 上來 然後因為它這座有點立體 你看它這邊又超過這裡 所以你會覺得它這個弧形 有點Y7扭8的 戴得不夠順的感覺 如果我是工程師 我一定會把它做得很完美 原弧形 呵呵呵呵 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沒有辦法去BMW做車 因為我想法都太一般了啊 這我覺得也蠻有趣的 在側面看它的摺線 然後我有時候蠻喜歡看 車子的造型跟它的摺線 但這一台我看起來 我覺得它的組裝上面 我覺得有一點沒有很好 你例如像這個門的地方 我都覺得 其實有一些接縫處 我覺得都有一點點 沒有組裝的很精細的感覺 我覺得這水切這邊做得很怪 你看它這水切 延伸到這邊來突然就斷了 很怪對不對 其實它帶到這邊也怪 然後它斷在這裡 它又覺得好像這邊缺了什麼 對啊 然後它就做這樣 而且我剛剛啊 你知道為什麼發現這個地方嗎 我剛剛發現 這邊有一塊那個 擦車布的棉絮 就代表它擦過去以後 被它吃掉的線 留下來卡在這邊 我覺得這邊做得有點奇怪 盲點 說到後照鏡上 也是一個三角形的 這次的軟棚 據說隔音 比之前的做得加強 好不好 這個試一下才知道 很多軟棚這邊可能有 壓克力的 它這個是玻璃的 好 尾燈我覺得 有點像賓士的GT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它這次Z4字樣設計的還不錯 它把試塞到這個Z的縫隙裡面 這跟之前是不一樣的字 這邊有個第三煞車燈 然後它這個黑色的雙粗的尾管啊 它是度黑色的 M版的黑化 感覺比較有煞氣嘛 但是呢 你看是不是會髒髒的 當它髒了以後 看起來就有一點沒質感 我原本看到我以為是 是不是吃雞油啊 一直噴雞油出來把它噴黑 碳附著在原本電鍍的飾管上 變成有一點髒髒黑黑的 結果後來我剛剛手一摳發現 它原本其實就是做黑色 後保桿的側邊 也有兩個進氣孔 而且還帶一個反光片 等一下喔 它傳資訊來了 喔欸 你知道這個選配要加多少錢 你說車漆嗎 對 它這個叫做IND C37的色號 這個叫做BMW Individual 外觀的車色 就是自選的 這個車漆當初要加價15萬2000元 我們的一百哥 把資訊傳來給我 它的顏色叫做 BMW Individual Painwalk的 Flozen Grey Flozen 你知道喔 Let it go Let it go 冷烈 灰 等一下 翻譯的不錯 旅圈它就沒有給我價錢 也是選的嗎 也是選的 好像 好像也是 哇 資訊都來了 謝謝一百哥 OK 好 好 看一下後車廂打開 後車廂非常的小 它是軟棚的 所以它就不會有那個線位器 那你如果是硬頂的話 這邊就會有一個線位器 你東西不能超過那個高度 否則 棚就不給你開 因為棚要放進來這裡 喔電瓶 就中間放一個電瓶 而且你看它線都特別粗 它做了類似像保險資的東西 我們先開棚好不好 再來介紹那一裝會不會比較好戴 好啊 好不好 我們先開棚 讓大家看一下開棚 大概要多久時間 欸 等一下 讓我發動一下 這聲音那麼好聽 我們每次發動都要聽一下 BMW發動的聲音 喔喔喔 有 Home Pro 有沒有 有沒有 好開棚 好了 很快喔 好快喔 對啊 蠻快的吧 那既然棚開了 我們再介紹一下內裝吧 好不好 來 紅色內裝 它剛剛那個線剛好切在那裡 什麼線 這個啊 嗯 喔 所以它這個線是應對這個地方 所以它這個是為了切到這裡 所以是打開好看 關起來很怪 也只能這樣 門把 兩組機 電動椅 開關 都跟 平常的BMW是一樣的 然後Harmond Karten的影響 這比較特別的 蠻多新世代M版的 現在都會有這個 BMW精神的這個紅線 跟藍線 打開以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這個機構就這樣直接 露在外面 蠻怪的 好椅子我覺得蠻有質感的喔 好像名牌包這樣 還拉 拉那種造型有沒有 你不覺得這個板很複雜嗎 就一直接一直接 接成這個板型 它雙前座 都 它也只有前座而已 它雙前座都有兩組的記憶電動椅 我覺得很多車都應該要做這個啦 因為雙門的車 尤其雙門的車 我常常在講 這個安全帶其實要往後拉 是很不好拉的 所以它這個都有做一個磁扣 然後把它定在這個地方 現在蠻多車其實都有做 以前就不一定了 以前有的是坐在這個地方 還有那個門關起來又伸出來了有沒有 要推沒推到 要推推不到那個 很無聊你就這樣扣著就好啦 還弄到那個電動機構這樣 久而久之又壞掉 然後你看它Z4這邊有 好在防滾龍這邊有Z4 後面還有兩個喇叭 不只喔後面有四個喇叭 前面有兩顆高音跟低音 那這個是原廠的設計的一個回風網 有沒有 這樣就拿起來了 這樣就拿起來了 開開會不會飛掉啊 對啊 欸它放著而已耶 我覺得它只有用磁鐵吸著而已耶 欸真的它是用磁鐵吸的耶 你看 有沒有 它只有磁鐵吸著而已 不會啦應該不會飛啦 因為它這樣吹嘛這樣吹嘛 風應該不會這樣子吧 除非你倒車開很快嘛 風才會從這邊這樣帶上來 嗯 是不是 好不好 啊這就是那個保護頭部的防滾龍 座椅跟它BMW現在都一樣啦 高低前後的電動座椅 跟它的腰靠 是可以高低調整前後的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兩邊的翅膀 可以調整開度 我覺得中控台不用多介紹了 iDrive 7的系統 然後排檔桿也是一般的 也沒有水晶排檔桿 選到4還沒有 5以上才有機會 不過印象是5以上 欸它有12個揚聲器啦 2 4 6 8 我只看到8個拿來12個 這邊12嘛 然後這邊3 4 5 6 7 8 還是後車箱有重低 不可能 不可能喔 我不知道它是這樣寫的 好了 來看一下它的杯架 我剛剛一上車就是找杯架 這個背蛤蟆式的這個 還是這樣 然後兩個杯架在這邊 不好拿啦 你都開場捧車了 也不用多好拿 然後後面有一個網子 也小小的 連包包都沒辦法放 不過啊 它這個純雙人座的啊 最怕的就是什麼 擠嘛 180公分做給大家看 我現在先把它退到最底 真的很後面耶 好這樣是最底了 這樣最底了 這樣子對我來說就太長了對不對 所以比我高還可以開 好所以以雙人座的設定來講的話 我覺得它的距離是夠的 好比起MX5啊 那個更小的 更緊湊的那種小的方卡 它其實算可以開得很舒服 所以我覺得Z4 到了這一代來 其實已經比較接近一個 感覺有點像GT的跑車的感覺了 適合長途旅行 坐起來比較舒服的 啊它有抬頭顯示器喔 它有抬頭顯示器 然後這個都是軟的塑膠 啊這裡有個喇叭 啊那也9支而已啊 還差3支 看你要繼續找喔 大家來找查 好不要網友會教 我們來看一下引擎室好了 好不好 喔它的引擎蓋也是 特殊材質 那我不知道是什麼 我覺得我們以後講特殊材質 因為有時候真的分不清是 鋁合金還是塑鋼 上次哪一台車 我們竟然吸鐵吸得住 啊那個 插吸 對不對 那個插吸後車廂蓋 那個4板啊 我怎麼摸 我都覺得它是塑膠質感 但是沒想到它是鐵的 吸鐵吸得住 所以從那個插吸之後 我就覺得 我們以後就講說這個 特殊材質就好了 哈哈哈哈 就不要不會出錯啊 我們所謂特殊的 除了鐵以外嘛 它那個鐵的可能比例上面 也有問題 也有差異啦 好所以它這個感覺 不是像鑄鐵的那種重量啊 還有那個反饋聽起來也不像 好這個引擎蓋其實也滿輕的 其實我覺得BMW一直到現在啊 就是那些老問題 就是一些打橡膠的地方啊 時間到了就是會漏油 當然新世代的這個 要再久一點 觀察久一點 但我覺得免不了 應該吃雞油問題多少也出現 還有一些網友說 這個掃水的問題 也有可能 你像它有一個可變氣門嘛 可變氣門有電磁閥 那BMW啊 不管是四缸還六缸 其實時間到了 那個電磁閥 如果髒了啊 故障了啊 就會造成你車不順啊 比較耗油啊 無力啊 其實大部分BMW就是油嘛 少點水 呵呵呵呵 啊其實任何一台車 久了不就這些問題嗎 只是每一個廠牌 上課的時間不一樣 好不好 那我們就上路去 試看一下 爽一下 Applearn 環保 生活 科技 領導品牌 上百種的個性化安全帶 來找想玩車就對了 發藝金庫 世界無敵大美女徐海莉 這個視野有點 車頭完全看不到 是我坐比較低 不然在坐高啦 坐高就 我這邊剩一顆半層圈頭了 我如果坐高一點 啊會啦 我如果坐高一點會好一點 但是上面會很壓迫 車頭很長 好說 哎呀 哎呀 呵呵呵 我只不過是要 等路口轉彎它就熄火了 這樣看我要怎麼轉彎 欸很吵耶 對啊 蛤那歐巴過 聲音很明顯 我剛剛查它資料 它還說這一代的Z4 增加了這個棚子的隔音 小咧 不是一樣 我才開50公尺 很軟 就是它不至於說讓你晃晃去 但是我覺得過坑洞的時候 它的那個避震的那個行程 跟它那個軟硬一樣 就是覺得非常的軟 然後就是 會這樣 像美國車你知道嗎 美國車就是很吸震 那有的美國車會很晃 像船一樣 但是如果坐得好一點的美國車 是只有避震器在動 然後車身是不太動的 我剛剛有一點點這種感覺 哎唷 第三個石頭 喔喔喔喔 哩哩隆隆隆 不要這樣 隔音真的蠻差的 風險聲也蠻大的對不對 當然啦 因為是敞篷車啊 我們不能太要求它的隔音 這早就料到了 早就料到隔音會很差了 像我之前開MX5也是很吵 MX5更吵 我當然不是說 過分的要求敞篷車隔音要很好 是我在查資料的時候 它在那邊嗆說 它這次的棚 用的材質 有針對隔音去做修正 所以我給它 我有一點點期待 結果一上來 欸 好像 期望太高了 對 期望太高了 變失望了 所以有時候看它們的那個介紹有沒有 就很容易造成那個期待值過高 哇這個車其實不便宜耶 你如果比起這個Supra 這車的售價是372 那如果是2.0的話 281 後來好像漲24萬 2022年之後好像改成305的樣子 有漲價 一次漲24喔 嗯 我記得有漲價 所以現在排價應該是305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好 稍微吹一下 哎唷 好好聽喔 很好聽啊 就是它那種悶悶的那種低沉的那種聲音 就是不是那種很阿炮的那種排氣管聲音 你知道嗎 不是破破也不是太高抗 那個聲音聽起來還是有一點品質的 而且很順暢 ZF8速手自排 我們已經講過了N次8速手自排BMW的變速箱 你看這變速箱可以用多久 還蠻屌的耶 所以這一次呢我覺得 我們就不要再講排氣管了 不要再講什麼馬力了 我們就針對這個敞篷來講好不好 因為唯一不同的 你看這個內裝 跟開起來的排氣管的聲音 油門踩起來的感覺 我覺得BMW新世代3.0講起來應該差不多這樣吧 也沒有換什麼新的東西啦 從那個N55講到B48了 不然它怎樣 我以為開起來會很笨重啦 但是我剛剛起步一踩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起步是偏 算輕快 但是油門的反饋是有一點阻擬感的 Z4 3.0車重 1555公斤 那你覺得Supra 3.0是比它重還比它輕 Supra比較重 我覺得 為什麼 因為它是軟膨的 你覺得軟膨輕 軟膨要機構啊 要鐵架啊 不然怎麼撐軟膨 它少了一些板筋了 你說沒有屋頂喔 對啊 變成布了 好啦 Z4 3.0是1545 等於是Z4輕10公斤而已 本來以為機構會重很多 一來一往扣一扣 其實重量是差不多的 2.0的啊 如果是Z4的2.0的話 它的重量是1430 然後Supra的2.0是1525 反而還比Z4重 還蠻特別的 你到了2.0反而是Supra比較重 所以其實重量上面我覺得差異不大 原本會以為說敞篷車 會有一個重量上的差異性 還是一樣粗的方向盤 舒服 我現在那個台康方向盤有夠細 摸起來很不舒服 你知道嗎摸起來很陌生 你知道嗎 你如果再用一個電熱方向盤 摸起來會像握著別人的機器 這樣握著不會很像握別人機器嗎 沒有摸過 然後又有點軟你知道嗎 硬中又帶軟 觀眾朋友如果你有電熱方向盤 跟我分享一下 你們在用那個 因為我覺得軟硬度其實差不多 你知道嗎 怪怪的 就是你 這真的很粗 我可能我最近都開習慣台康了 所以我剛剛一上車一握 好粗喔 有點嚇到 粗到有點嚇到 0到100 4.5秒 基本上它的動力跟SUPERA都是一樣的 我在想說這個一個價差這麼大 這台車當初它賣到370幾萬 它2.0有漲24萬對不對 小改款啊 但是3.0沒漲價 SUPERA 3.0的好像是賣270萬吧 那你270萬 你買Z4的3.0要到370 喔 才100萬耶 我們官網賣多少錢 我記得我們好像賣便宜100萬 一年多的車子 8月滿兩年 所以等於還有三個月 它三個月滿兩年 折100萬 如果以我們的二手車的價格來說 等於說你用SUPERA 3.0的錢買 Z4廠篷 里程是15000公里 其實我 當然啊 因為它3.0直6的 污輪增加340匹喔 普通的使用 我們用COMFOR 其實開起來就已經 馬力已經算是很好了 所以我們現在還是 SPPORT一下好了好不好 SPPORT OK 轉速就馬上上升油桿 那這個收油就會有一點點的 轉速的維持以外呢 這個如果到一定的轉速啊 它回油其實會有放炮的聲音 我覺得它這B58的這個3.0的 16渦輪增壓的這個新引擎 新世代的這個引擎 它在運轉的質感上面 比起前一代來的要綿密一些 那當然這個力道 那個強度不用講嘛 一定是提升的 那我覺得啊 像這個它在排氣管的聲音 調校上面啊 舊世代引擎感覺比較粗獷一點 那個排氣管的聲音更奔放 然後新款的呢 不知道是因為這個能源環保的關係呢 有去做調整 你覺得它的聲音變得更悶一點 但是呢我覺得 那個聲音跟運轉起來的感覺 其實更細緻 你以BMW的避震器 它的直升系來說 它其實變很亂 不太有性能 這個感覺 真的啊 你要好玩 還是要Supra啦 我覺得 雖然是一樣的引擎 這個感覺比較悠閒一點 可是開起來也的確是 Supra比較靈活一點 這台車其實開起來 在過彎的時候 會有一點心理負擔 跟有一點累贅感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這個部分 我聽說啦 因為我沒頂起來看喔 我聽說它的那個 前面的防晴感啊 它的粗度是比Supra粗的 雖然它們是一樣的東西 不過這個跟BRZ跟86一樣 它們有一些底盤的細節 其實不太一樣 那據說它這個的防晴感 是比較粗的 但也有人覺得說 Supra的防晴感 雖然比較細 但是呢 以減輕重量為主 所以會覺得比較靈活 這個我不知道 這個是人家分享的 雖然說它軸距短 然後重心是50比50 那操控性我覺得 算中上 但是你說跟Supra的比 我覺得Supra可能會比較 更加貼地 然後過彎更加有信心 我覺得椅子保護性加分很多 哦 有啊 放炮了對不對 很好聽喔 久久沒有開到BMW 像開一下BMW6缸 還是依然很好聽 尤其這個敞篷車 沒什麼隔音你知道嗎 聽起來又更爽 來了 還是有一些 哩哩哩哩哩的聲音 基建 對不對敞篷車 對它那個機構啊什麼 蠻無解的 我記得聽過那個 對岸有沒有 他們就說買這種車 的slogan是什麼你知道嗎 別問我車多少錢 就問你青春剩幾年 哈哈哈哈 欸我覺得很貼切 你的年輕一去就不在了 好不好 帽子會不會飛走 我也在想說 我帽子會不會飛走 我不是說 小時候對車間有興趣嗎 在路上看到長萌車 都多看一眼 然後我就想說 為什麼 開長萌車人都要戴帽子 是怕頭髮亂掉嗎 結果後來 長大我發現 其實不是 是因為都禿頭 哈哈哈哈 我也衝突了啊 然後當然我小時候 也會想這個問題 就是他們開場萌車 戴帽子 難道帽子都不會飛走嗎 後來長大以後才發現 其實這是空氣力學 你頭頂上有感覺到風嗎 沒有對不對 宜萍說我今天 帝這個沒辦法 像是髮型設計師 有吧 有像嗎 像畫家吧 像畫家 藤子不二雄 F 好啦 我們在永遠啊 開篷只能帶阿呆而已 他媽的 我們上一台開篷 載阿呆是哪一台車 那個 IS250C 你說我們去整理之前是不是 對不對 對啊 有啊 我們簡單繞一圈啊 哇 你看 這麼丟臉的事喔 好啦好啦 不會啦 人家一看就知道我們在拍攝 他知道我也是身不由己的 在阿在 總之呢 我覺得這台車就是一台很 很怎樣的敞篷車 那你想得到什麼形容詞嗎 很優雅又休閒 你覺得很優雅嗎 是說敞篷車其實都還滿優雅的 大部分呢 這樣子的一個體積比較大的敞篷車啊 通常都會設計得比較穩重一點 那當然這次的這個Z4也不例外 那再加上說現在的車身尺碼一直加大 所以Z4也大到一個 已經沒有辦法成為鋼砲的那種感覺了 記得前一代的189 它的軸距勉強看起來還可以有鋼砲感 而且還有那個Cube的 Cube那個真的就是鋼砲了 而且啊以這個尺寸來講 雙座尺寸來講 它真的腳步空間非常餘裕 你看其實你現在拍我的腳 其實我的腳是完全是可以放到很長 有沒有 而且還可以再退喔 我現在還不是退到最底喔 所以這個對個子高的人 也比較有 對也比較有上一點 還有一個重點 我都不太敢開MX5你知道嗎 或者是之前的一些雙門小跑車還有什麼 86 86 86啦 老闆一上車就是會念一下 就不好做你知道嗎 太局促了 開的人可能很爽 其實MX5我做就算局促了 被載的人來講 其實坐起來幾乎是不舒適的 所以像這樣子的一個設定 它可以讓副駕駛座 也可以坐敞篷車做得很優雅 所以簡單來講 你身為一個男人對不對 你想要買一台拉風的敞篷車 二來你又要顧慮 家中這個財政大臣的感受 你覺得說你年紀到一個程度了 你想說對自己好一點 圓一個夢 但財務大臣一試做說 不要啦 坐起來真的很不舒服什麼 不是你的另一半不支持你 而是真的太不實用 那你就可以選擇這種車嘛 我相信這個副駕駛座了 應該是不太會有什麼 太大的抱怨才對 我覺得敞篷車的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因為現在是不是騎摩托車都要戴安全帽 我記得以前我年輕的時候念書的時候 我們拍到一個沒戴安全帽 你有拍到嗎 剛講安全帽 他從那邊蓋過去沒戴安全帽 騎過去沒戴安全帽 因為我以前我有遇到騎摩托車不用戴安全帽的事情 所以那時候騎摩托車會很喜歡那種有沒有 頭髮迎風飄逸的感覺 要戴安全帽以後啊 當然那是為了自己的安全嘛 沒話講 就比較難享受到那種吹風的感覺 所以呢 這個時候敞篷車的優點就來了 對不對 你可以跟大自然合而為宜 享受分多精 還有這個公車的噪音 還有廢氣 還有廢氣 2022年的Z4 M40i 欸我也忘記我買多少錢了 反正我們官網我記得是比新車便宜100萬 那正常我也是不會收這個車 那也是因為車主來跟我們換車 所以我們才買進來了 好不好 那今天呢 老師推車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留言分享 開啟小鈴鐺 咱們下次見 strach 我們再次見 打開啟小鈴鐺 我們再次見 打開啟小鈴鐺 賞 我們再次見 west� Shootin' like Luka I told him I'm next Shit 要不要跟這個廠棚車拍一下 你那個看是IG還什麼換一下 然後說想賺錢跟著我呆哥這樣 社會我呆哥 或者是你成立一個群組嘛 但你飛 跟這個車拍張照片啊 穿個群組這樣 投資群組之類的 今天穿搭不適合你不要適合 管他什麼穿搭的 來幫我拍一下 一般這個要做哪裡 做側面這樣 是這樣嗎 一般喔看一下構圖 好321 有沒有雙下巴 跳 跳 好 幹 你頓短捏 我確認一下啊 你收一下 還是這樣會比較少一點 好321